我們要到了 再一站就到 基睦城了 很多舊房子 今天天氣很好 明天就會下雨 所以今天來是對的 我們剛出了車站 現在要去找基睦城了 這邊很多百貨公司 感覺是可以逛街的 太美了 這個要現場才可以感受到 只是外圍喔 城堡在裡面 城堡在這裡 我們要進去買票 那可能要先吃個中飯 Good afternoon 先吃午餐 喔 鮪魚飯 湯怎麼樣 好喝嗎 湯很輕 很輕喔 How's the soup 很美味 很美味 OK 現在我的天 我的天 C-V-S C-V-S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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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是 我以為會很軟欸 不過它是有點嚼勁 它是那個 蜂蜜凍的 好了 我要認真吃飯了 這個很棒 味道很香 嗯哼 來 給我一點 大家知道這個 它檸檬的味道 也有點酸酸的 很興奮 很興奮 好 古元 好美喔 好悠閒喔 好美喔 好美喔 有一點風紅了 一點點 可不可以 好美喔 好美喔 有一點風紅了 一點點 可不可以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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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就在旁邊喔 越來越近了 進入成這個世界的機 現場看真的很壯觀 一邊好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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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真的非常多 好美喔 可以寫一個窗戶喔 這邊還有好幾個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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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那個窗戶 樓梯非常的動 樓梯非常的動 基階 cứ欸 才第二屆而已 這個比較沒有那麼陡耶 對啊 你有從黑暗中走向光明的теевой 下樓更危險 非常小心 抽也會撞到 要人小心 不要那麼晚 這樣會不會撞到 我們結束了城堡的一日遊 然後現在太陽正好要下山 拍照是拍照的好時機 看看城堡在我後面 我們剛剛的豪谷園加城堡的票是 1040日幣 覺得真的是太值得 因為這城堡真的很美 看到我身後的城堡 坐在這邊欣賞 真的很美很美 尤其是今天的天空 又有雲又有藍天 拍棒 我們已經在這邊坐了半個小時了吧 有嗎沒有啊 沒有嗎 假拍照有 對啊 然後一直等 等這邊就是等到沒有人的時候 結果還真的被我們等到了 然後就開始Catwalk 對啊 然後現在 現在Catwalk 這好像只是背面而已 所以我們要 趁那個太陽下山之前 去前面看看 應該很美 然後再在裡面看一下這邊 其實我們是在一個坡上面 應該這邊有 整個城市的景 好 一定要自己親自來 因為 親自看真的是 不一樣 用相機拍都拍不出來 好 到了紀錄層 還是要繼續抓寶 喔 這就剛剛嘛 對啊 剛剛因為你跟我說 這是背面 你說那個誰跟你說背面 我就一直覺得 會有正面 對啊 有人繼續在抓Pokemon 他跑走了啦 拍的太開心他跑走了 我們還在這裡喔 我們還在這裡喔 城堡 找到 沒有啊 就拍照而已 商店裡面 這一個超大的地方 一直錄他 現在變粉紅色的 好美喔 出了城 一樣很美 好美喔 還是捨不得走 已經出來外面了 寄明信片回去 我們現在要吃晚餐了 這條小路裡面 這邊是紀錄有名的燒卷 我們在山陽百貨的地下街 要找晚餐來吃 我們要找的是蛋蛋麵跟餃子 這包子啊 第二個喔 那個是燒賣 喔燒賣 這是日本的紅白美食 這是咖哩包 看起來 來切它喔 好 喔好軟喔 太嫩了 錄一下 你看這包子 超 軟Q的 哇塞 太讚 好用手 好用手 如何 真的好吃還是你餓 好餓喔 我們的蛋蛋拉麵來了 還有餃子 才460喔 蛋蛋麵 然後餃子也才 360 5個 然後我們又買了一個包子 才130 然後玉米 不用多加錢 而且它叉燒4片耶 這拉麵裡面有酸菜 還有蔥 玉米加那個 這個叫什麼 豆芽 豆芽 然後還有芝麻 好 就嘗嘗看一口 哇芝麻味很濃 皮包 它豬肉味很重 你想要吃的就知道 我剛剛吃了一種拉麵 我喜歡它 因為它不是 太鹹 嗯 我的拉麵 鹹到 吃了第五口 就是吃不太鹹 我覺得這我可以吃完 真外 OK 很香喔 嗯 邊邊炸的絲絲的 它是皮非常薄 煎的 嗯 然後呢 豬肉味很重 它很好吃 然後裡面好像是 有放薑的感覺 就不會很膩 還有蔥 我剛才發現這是芝麻 真的很好 完食 吃光光 一點都不剩 還想說 點了包子會吃不下 吃飽飯就來逛街囉 讚力挺 買到東西了 拿東西了 現在要去買甜點 不知道買不到 買不到 我還差不多9點了 希望還沒有賣光 對啊 另外一個口味賣完了 嗯 這裡超好逛的 如果 有來HIMAGI的話 一定要逛一下喔 綠燈了 綠燈了 這裡逛街很舒服 對啊 都沒有一堆觀光客 嗯 沒有觀光客套 他們連退稅都不會買 對 退稅退了的倒是有點久 這樣會不會給時間 連天沒有賣到 坐火車回家了 我們進來了 我們超級溫馨的 小旅館 你要看看它有多大嗎 就這麼大喔 就這樣子而已 行李都沒有地方攤 不過我們其實只需要一個地方睡覺而已 但是 我們需要地方上廁所 剛才 check in的時候 櫃檯有人跟我們講說 說 我們需要上廁所嗎 要上的話 在晚上十二點以前 去把廁所上好 因為接下來廁所就會關閉了 但是呢 你可以二十四小時之內 你要洗多少次的澡都沒關係 但是上廁所 半夜不可以上廁所 太妙了吧 所以現在我們還在 找網路說 是 是這樣是正常的嗎 還是他們在 需要 今天晚上要施工還是 就是 幹嘛的 太妙了 我們從大早堂回來了 後來我們 發現其實我們 走兩步出門 就有一間廁所了 然後 只是因為 前面櫃檯人員的英文太爛了 因為它明明就是說 問我們要不要上rest room 剛剛沒電了 總而言之就是 廁所是可以上的啦 只是 電源 不是電源 前面櫃檯人員的英文真的太爛了 他把 他把那個 淋浴講成 廁所 所以害我們一度以為 今天晚上不能上廁所 怎麼可能 覺得莫名奇妙 對啊 然後我們覺得 這個房間最值得的 就是後面這個 粉紅色的牆 而且它是 Hot Pink 超可愛的 雖然我現在 很邋遢 有沒有什麼要說的 沒有 我想睡覺 好就這樣 明天要一早 出門去 有一早嗎 不要啊 好啦不要一早 去黑門市場 晚安